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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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威尼斯最後一集 都是由市中心的廣場開始出發 這就是聖馬河中樓 它一個典型文藝復興的設計 突出來的立面組成一個品字形的結構 這樣講很空泛 畫圖讓你看清楚一點 它的比例都度得很準確 場上分割的空間整齊到一個點 是可以玩俄羅斯方法的 因為它整個表面 就只是用 象徵威尼斯海洋的藍色 和財富的金色所造成 拍在純白的背景 和今天的藍天 就是整個海洋商業帝國的主題色調 鐘樓上面有一隻聖馬河的獅子 就是威尼斯的守護神 但香港人對它最大的認知 應該是來自威尼斯人賭場 因為用了它的標誌 而在這座鐘樓背後穿著的路 就是Piazza San Marco 以及它裡面的金融中心 Riacho之間的連接 看不看那裡有一個天文鐘 它中間12個小時 就是用了12個星座的圖案 中央的粒是地球 而時針是太陽 因為古時覺得太陽是圍著地球轉的 有些人問 為什麼會沒有了支分針 看真點 其實在樓上那層 11點35分 那個年代有跳字鐘 是不是很厲害呢 每逢踏正正點的時候它就會響 所以如果你不記得戴手錶的話 就可以靠它來保持 陸地居民可以體中 海上的水手就靠聽聲 在聖馬河廣場最高的建築就是這座鐘塔 雖然聖馬河鐘塔是一座古蹟 但我覺得它超越了任何一種古典建築形態 甚至可以從它身上找到現代摩天大樓的靈感 先說一下鐘 收藏在白色那層 即是它的頂樓 平日叮噹就在這裡傳出來 上面再加多兩層 等著塔看起來高一點 又有型 而黑在右邊的浮雕 你也認得了 又是聖馬河的獅子 塔尖上金色的粒是聖經的守護天使 聖Gabriel 它同時是一個風向儀 因為雕像下面有一個托盤 大風的時候就吹到它自己轉 這座鐘塔是挺難起的 以往說過 威尼斯的地基是一個軟土 所以工程延伸了百多年才建好 而建好之後 它又好不幸 被雷電擊中過很多次 最愚蠢的一次 是威尼斯政府放煙花的時候 不小心被煙花燒著了個鐘塔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版本 是重建過很多次的 它的建築高度 作為這麼多個外島之中 唯一一個是可以由所有島都看到的建築物 因此對威尼斯的人來說 他們在外面駕駛完雙船 能看到這個鐘樓應該會很激動 因為代表你回到家了 以前威尼斯除了航海貿易之外 玻璃手作都非常有名 今天在大街小巷都看到玻璃精品 你喜歡的話 可以去工場預約參觀 看看傳統的玻璃手藝 就在小巷都看到玻璃手藝 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的 有用途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威尼斯一個很有型的地方 有時一座教堂就是一個島 這是其中一個位於西里特島的教堂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巴洛克設計 整座外形就像一座結婚蛋糕 話說古代威尼斯發生過瘟疫 死了三分一的人口 居民就決定起座教堂 請聖母保佑他們 在我印象中 古代威尼斯是一群現實商人 他們不相信鬼神 只是相信自己 想不到在疫情下 他們都有脆弱 聽天由命的一面 其實這個教堂的位置很好 如果你在聖馬克的廣場 就可以看到它的屋頂是一個很好的城市風景 尤其是旁晚有霧的時候 看到那個教堂若隱若現 是很多畫家取景的對象 來到威尼斯的意粉 傳說中的意粉就是Marco Polo 威尼斯的旅行家 在亞洲那裡帶過來 雖然後來已經證實是假的 但也要拍攝吃意粉 而且這裡很好 是快餐來的 好像有露燒乳酪的樣子 你先說底部 就是要哪一款抹茶 然後就配不同的醬料 豬肉 魚肉 自己舀上去 最後會按從量去計算 這間很有趣的快餐的意粉店 意大利的意粉 是我們一般香港意粉的三倍 咬下去很彈牙 還有很香的蛋味 所有意粉都是用很香的雞蛋去打成 剛剛在這裡做 我正在在地上 在地上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自己在地上 我會看到自己 然後在地上 我會把地上去 我會把地上放在地上 是你從美國 從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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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就要來洛山 把握這個氣氛 去一個陰深一點的景點 這間Ferrari教堂 最有名是死人 沒錯 埋葬了很多死在威尼斯的遺人 裡面很多墓碑 手工精細 富有藝術價值 葬在這裡最有名的應該是畫家Titian 他彷彿二十多歲就知道自己死後會葬在這裡 預先畫屋畫 裝飾這間教堂 他是第一個威尼斯畫家畫到人色反地心急力 凌空飄浮的題材 另一個貢獻就是開啟了意大利畫家畫裸女的仙河 在教堂裡面當然不會看到裸女 誰想壞事 聖母 is watching you 這座就是Riatto Bridge 一個拱橋 而是上面很多小小的員工 作為威尼斯大運河之間四條橋樑裡面最中間的一條 而是連接著Riatto兩岸的金融中心 很多遊客來威尼斯都在Stay半天就離開 其實強烈建議你們在這裡多住一晚 體驗一下水都 晚上的生活 臨走前做多個夜遊大運河等你回味一下 如果有一遍走前往前搭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